就完成了 那Button要用可以吗 也可以 就是空 两个都空 然后 D L L Change D D 我名字不要打错 Change 好这样就好了 两个都可以用了 就是副程式的概念 主要就是说 如果 这段程式嘛 是被很多个地方使用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独立 放在最上面也好 其实你放在下面也可以啦 它只要在这个区段 Squip这个结束或开头 中间都可以 好了之后我们来runrun看 直接来run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星期一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执行 不过执行它不会变 也是一样 两个都可以用就对了 如果说 那个程式码那个区块 都可以用的话 记得用这种方式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刚刚有同学 很细心提到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 启用这个 AutoPause 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选到星期天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再加入一个什么呢 这边就是 请 选择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 选择 然后呢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Sled 有没有 预设值就是True 它就会 刚开始就是 以它当成预设值 就可以让我们去做选择了 好 我们按确定 再来看一下 这个要把它改成False 这个要把它改成False 因为它不能两个啦 因为它只有一个 所以这边一定要先把它改成 一个True 这个要把它改回来 变False False就是没有选的意思 按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试看 预设值应该就是 请选择 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就可以让我们再去做选择了 那当然你如果觉得位置会太 如果想要再让它下面的话 怎么办呢 它其实这边都有选择工具嘛 应该早要就知道 这个地方可以让它往上 这样就可以了 向上向下 那这个工具其实还蛮长用 而且很方便啦 我觉得那个说 Gunless 很方便 而且 至少可以让User不会乱选 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把它丢进去 你们就选这些就好了 不要让你们乱起 乱key的话 程式就很容易有bug 没有bug的话 你就觉得程式不稳定 就会哇哇叫 就会要改这个改那个 反正永远不会错的 程式就是最好的程式 其实它笨一点 也是好程式 这边的话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记得就是刚刚 这地方 先把这个button点两下 把程式码抠起来 抠到上面之后 放一个什么呢 Sub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叫DDL 底线change的 刮符 然后 再把程式码贴上 在那个 EndSub之间 再用call的这个 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去执行副程式 把画面还给各位 收拔下 stove 咯 小夷